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啦 那我们今晚的讨论那个题目呢 就是用水来发能量 和我们未来的新科技 用一些轻氧的燃料辅助器 那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们经常困扰着很多国家 都是那个能源的问题 那我们过去都曾经都说过 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发现有些发明家 是已经能够用水来行车的 那这个其中有一位 是Mr.Brown 一位工程师在澳洲 那我有位澳洲的朋友 他小时候真的见过他 见过他 他驾着那辆车是完全用水来做电油的 完全一些电油都不需要的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网上 都时不时都会看到这些资料 在纽西兰也有一个记录 好像是20分钟时线的 或者好像60分钟的 那我访问有一位 又是发明家 就用水来行他的电单车 以前可以看到 这些画面的资料 也有很多大学的科学家教授 就质疑他这个科技 就想帮他插画 但实际上整个片段 你都看到 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方法 是可以将水化解为氢氧 从而发电 大家都知道 在巴西已经盛行了 是用酒精当做电油 如果在美国有一位 叫David Bloom 他也出了一本很详细的手冊子 在里面教你 你怎样用草 即隔离花圆的草 或者食物的渣仔 或者当然用种植的渣 好像巴西 他用sugar cane 来到产生酒精来到发电 所以这件事 我们都只是听 一直听 经常在想 这么好的东西 为何香港都没有机会 能够得到呢 最近我们都认识了 一位朋友 Mr.Neil Guo Mr.Guo 在我们的电台上过来 他最近在美国 就是将这一类型的科技 是带来香港的 也都是将 已经有成功 是将一架汽车 是加入这个 的燃料的辅助器 就可以帮助你 你行车的时候 你可以省油 可以省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八十 那么多 还有最重要的是 噴出来的死器 可以大概减少四百分之四十 最近几日之前 香港有个Civic Exchange 就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 关于空气污染这个问题 他当时预计了大概 三百五十人的位 但竟然参与的人 是超远超过三百五十 他要加座位 即时翻译 成四五百人参与 很明显 空气污染的问题 我们的燃料的问题 我们都常说 我们整个地球的 经济重心 国家的文化 生存存活 都是很依赖 我们能源的存在 我以前也介绍了一本书 叫做《古佬阳光的末日》 很清晰 分析到很多古文化 它的轻衰 都是跟能源的 拿不拿到能源有关 我们都很感觉到 地球很多的问题 其实经济的问题 关键性都在能源那里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种方法 是可以用一个很廉价的方法 譬如把水化为一种能源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譬如可以行车 这个就非常不错 好了 在我们的网站 我们都已经连接了一个片段 在YouTube的片段 相信大家都可能有机会去看过 如果没有 随时可以自己上网去看看 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了Neil Goh 和公司的同事 Herman Chiu 上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科技 或者我先请Herman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东西的科技 多谢你这个机会 其实这个Hydrogen的科技 我们的系统就暂时做到温存用 轻易做这个 其实我们就是Assist 即是Herman Chiu 就是Herman Chiu 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水是H2O 会将H2分解 就是经过变解之后 就变了两个H1O 下一个就是极度 就是温超 和Oxigen都是温超 我们就将这两种气体 放入它们的Combustion Engine 即是温温氧气里面 它的好处就是 它的好处就是 令到注入的温料 就可以更加complete 去burn 令到它不会有那么多残渣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省到油 其实如果要清楚一件事 就可能要由 有个技术 可能大家都听过 什么叫Forsal Engine 即是四冲人形 其实它有这个动作 就是intake 接着再compress 接着再power 但是我们现在 特保建的汽车 这个Forsal Engine 它会很浪败 因为我们吸入的空气 其实只有20-30%的油气 其实它是不足够 烧光所有的噴入的温料 这些烧不进的温料 其实就会再经到 吸入的温料 它会排出来 那些有害的自然物质 那些自然物质 会排出来 那些自然物质 会排出来 那这个Hydrogen 怎么可以帮助引擎 去燃烧 就是 因为Hydrogen的燃烧点 那个温度 是比加斯林 和油渣都要高 它去到585度 而加斯林 280度 而油渣是210度 那高温有什么好处 高温就可以令燃油的渣载 烧尽它 以及Hydrogen的 燃点的速度 是比燃油和油渣快 那么它当爆炸过程 如果我们的引擎 其实爆炸过程 在那四个动作里面 它是有很多Heat Loss 即是有些力量 即是有些能量 去了热力 那你那个Piston 即是那个盘顶 未走到尽 它已经开了exhaust 排了能量 所以就浪费了 但是Hydrogen 因为它那个燃烧的温度高 和快 Hydrogen相当之容易爆炸 即是很容易爆炸 它一个Spark 即是一个火花 就可以令它爆炸 但是如果普通引擎 就做不到一点 如果有Hydrogen的帮助 就是令那些 就是completely burned 那不会有些waste 出来 那我们经我们自己测试过 就是我自己的车 就已经引入了科技 之后我安装了自己的车 那我就已经感觉到 不是感觉到 因为我已经有那些数据 就是发觉那个increase of mileage 就是那个行车理数 增加了大概30-50% 就是based on 车的loading 如果你坐多些人 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overall的感觉 差不多increase 到30-40% 就是你会感觉到有increase到 还有那个排污的情况 就是那个噴出废气 我即时装了个系统之后 即时做了那些emission test 那是即时已经improve了 那大概的技术就会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知道火箭的燃料 其实是用hydrogen 是不是一个liquid hydrogen 去做的 那很多人都可能都 包括我自己做来 我以前都不知道 原来一般的电油 在那个引擎爆发了之后 在那个引擎爆发了之后 只是有20%真的燃烧 始终因为空气里面的养分 都是十几到二十 其实十几的就是越来越少 所以变成没有养分去燃烧它 所以那个电油进去之后 其实很多都是浪费了 噴出来的 那我们目前都知道这个问题之后 都有一种叫做catalactic converter 这个是帮助把这些浪费了 那些未消尽的那些汽油 就将它化解了它 那目的是希望 是减低我们空气污染的指数 根据最近香港Civic Exchange 这方面的透露的资料 好似香港的空气污染的来源 大概百分之五十几 是本土的 就是我们有些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的 那当然呢 我想汽车里面 散货出来的 所谓那个死气 即是未消尽的电油 其实是一个关键性来的 好了 那Herman 你已经是将这个 科技 已经装置到自己的车 没错 试了多久 现在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 那你自己说 你感觉上 他帮你省油 那你有没有实实在在在 好像我也是这样的 我会记录的 上一次加油 加多少 加多少 多少 多少钱 我都会贪低我 因为 省油的工具很多 我过去我都试过 苏联我买过 黏在油缸那里 最近澳洲 我会给一些 一粒 一粒 两粒 小粒 像糖粒仔的东西 放入油缸里面 又可以帮你省油 所以 我在苏联 找过一些 spark card 帮你爆炸完整 其实我过去 一直都这样试 所以我一个习惯 是将我每次的 都记录了 那你都应该记录了 我有记录了 那你是不是因为 你自己记录 告诉你 是有三四十个percent 是呀 我是基于那个 我又会 每次入油的记录 这一年内 我都继续 其实这个是个习惯 是的 但是现在 原来有些用途 大发用场 我都发觉 这一年以来 那个performance 以平均数计 是增加了大约三十个percent 就是省油 对 就是after 这个system install 那有没有觉得 是努力一点 其实都努力了很多 我不可以提到 车的brand 我简单说一说 我的车 其实都是一些 大概过了十年 九六年的车 是其中一个日本品牌 有些什么 我装了什么特别呢 其实我的车 有个叫省油的模式 economic mode 十多年的车 已经有这个 有的 如果车在省油模式 会亮着绿灯 但因为我之前 它已经舊了 那一盏灯 不是那么长 可能你换机油 换得不够密 它很容易熄 或者走得慢车 它会亮着 现在呢 它很有趣 装了这件事之后 我和一些朋友聊天 他们都是駕我同款的车 那一盏灯 都不知道多久没有亮着 但是现在我很奇怪 我由五十米 至到八一米 那一盏灯 都会照亮着 这件事 是很大的改变 那什么会导致 这这么大的改变呢 我唯有 因为这个Hydrogen system 令它有这样的改变 那你刚才提到的原理 和吐槽 我想问一下 那是不是要每一次 都要踩入水下去 不需要的 其实就是 我说了一点点资料 就是 一粒的水 可以製造 1800粒的Hydrogen gas 那这个 这个是相当之Efficient 大概 现在我发觉 我什么时候要去refill 这些水下去 大概四缸油 你可能要refill 一点 这样下去 就不需要 我每次进入油 我又要去refill 这些水不需要 大概是四缸油 那我又想问 你这个装置 这样跟Erd Turbo Charge 那些温轮增压 那些 因为你温轮增压 都是这样的 即是 即是 不停地移动进去 原理是 大量地移动进去 来增强 压力 温轮增压 就应该是将空气压力 加大了 然后再 把它搏进去 吸气系统 就是增强马力 那么它的马力大了 你不需要 踩太多油 因为我们的系统 本身就没有 Turbo Charge 就是那个温轮增压 其实很pure 就是 你如果查回那些 那些气体 就是氢气和氧气 那 Turbo Charge 就是将那些气压 就是加压 之后再撞进去 那 没错 Turbo Charge 也是会令到 燃烧会有效 但是因为我们来得更加 直接一点 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 一般引擎就是 我帮助燃料燃烧 净一点 就是点火快一点 其实我们的空气里面 只有20-30%是氧气 就是氧气 是不足够 100%去燃烧 所有电油 现在我们就是 将氧气和氢气 是一个燃烧 就是一个燃烧 就 rather than compress 一些空气 就是将一些空气 加压 射入引擎 那个approach 就是不同了 那 那其实需要不需要改装 那个引擎 不需要 不需要的 就是我 不需要 我就没有做过任何改装 只不过 on top 加到这个系统上来 就是直接 就是装一个装置 在一个化油器 附近 我 很briefly 其实就是 类似一个水瓶 是 那水瓶里面 有些电解的东西 它进行电解 它就会生成 这些 brown gas 那些气体 直接 就 射入 那个main info 即吸气的位置 就是muffer 如果你 给油 有个气口 开大 就是你给油 它就会吸多些气 直接在那个位置射入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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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技术 就没有这么简单 它就有些电解的器材 要去monitor 那个system 还有些东西要做 这个是最basic的concept 因为一般我们的理解 那就是你一辆车 你由起码 那个血气喉 噴出来的空气 是似乎很大量的 对不对 那变成你吸入空气 或者吸引人的氧氢气 就是氧氢气体 其实你都要 我估计都是要几多的 虽然你想说 一公升水 可以去到1800公升的气体 出现 那一般的电解的气体 起码我们在实验室 玩的时候 是慢慢来的 因为中学做的方法 都是很久才将氢气制造出来的 那就是起码 在这个科技 应该是很快 将水 释放氢和氧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科技 一个特异之处 那可以这么说 那个科技的关键性 就是能够快速 将水 就是转变为 分解为氢氧 因为 你机器没有什么 做的 只不过放氢氧 就是多一个能源的来源 就是多一个能源的来源 就是比你平时的 如果某个程度上 因为我都说 火箭都是用氢氢氧 用氢氢气的燃料 当然 你便买那些液体的氢气 那也可以 但当然 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这么贵 可能不是用水 那样 所以某个程度上 你可以说 这个科技的重点 就是 很快 能够将水 分化为氢氧 其实我们的系统里面 其实这个是即时的 我们的系统是 会 基于一些 车里面的功能 例如我一定要 转车 这个系统才会 转车 那这些氢氧气 是即时 进行分解 即时提供给车的 我们的系统里面 是不会储存任何氢气 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 轻气其实是极度危险 即是任何一个火花 你都可以令它爆炸 我们因为都能够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系统是 不储存 是要on demand 去做的 即是你要 我们才去生产 即是你关了车 就停了 因为轻气 如果爆炸了 上来 我想那个 那个严重性 挺大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safety 的feature 即是有些安全的系统 例如我们就会行单向的 即是空气可以单向行 有些可以保护装置 和车本身 大家都看到历史上 有架飞船 好像Zeperling 在德堡 都是这样 好像在纽约上 德国 总之是有意外 整架船都烧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轻气是一个 以燃物体得来 都是一个有爆炸性 所以成为一个火箭的燃料 所以你的科技 很明显 其实它的科技 是如何将水 在on demand之下 即时可以制造 氧和氢 所以它的关键应该在这里 这个 Hermann我想问 你这个装置由构思 去到实行 用了多长时间 我们都 差不多一年了 都 on off 都差不多一年了 即是在其他地方引入 是的 在其他地方引入 因为我们与另一间 inventor 一直 他构思 我们现在 作为工程 帮他做 我们再安排 引入香港 推入这个市场 那外地有没有 实际 在路面上 其实呢 如果大家 上去网页看 我想 大家 如果 你找Brown Gas 其实 美国 不可以说 民间 已经有大量的车辆 已经进行这种改装 已经在行 我知道 还有一个 美国其中一个 Police Department 我忘记了 哪一个警局 有一个警局 里面 那些警察 那些inspector 那一陣子 油价很贵 他们自己去改装自己 他们的警车 用Brown Gas 的技术去限油 这件事情 如果你search internet 你会找得到 其实这个科技 已经应用在汽车上面 在美国 已经是 多用的 民间是很普遍的 民间自己 很多自己的发展 他们都已经 你不能说成熟 不过 很多人都在做 大家都知道 原来 这个兴器 真的能帮到 去增加 那些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其实 我听了Helman 你说之后 有几个好处 就是 有 你燃烧盡 是 那那个 performance 就会 行李数 多了 就是这样 而且 Horse power 就是 马力 你会觉得是提升了 而且 燃烧盡 就没有太多碳粒 好吗 好不可以这样说 绝对 绝对 对 对环境 会好很多 是的 因为 如果 看回数据 其实 如果 它燃烧那么尽 那么尽 那么多 其实 我们的车 刚才教授 提到 Catholic Converter 其实这个系统 是将那些 烧不准的 我们叫做 油市 再烧准才排出 令到 那个空气 质数会高一点 但是 如果有H2系统 其实这个系统 其实可以 不需要它的 存在都可以 因为它 烧了所有东西 就是 令到 排出的 肺气 减到最低 因为你 刚才用的名字 Brown gas 我们以前 都常常提及 这位澳洲的 工程师 他有一个 烧焊的工具 用Brown gas 它的特点 就是 火的 温度 高至 可以把 一块砖 两块砖 烧 但是 如果你用手 去 经过气体 其实就 伤害不了 你的手 应该是说 噴气口 温度相当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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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科技 其实在中国 已经有很多 应用在 烧行方面 的 OK 其实 提到一点 就是 这个 气体 最终 产生的 H 和O 燃烧之后 它是变回水 最终 是绝对环保 是 好了 我们休息 数分钟之后 我们会继续 今晚 我们会讲 讲究 如何用水 来行车 这个新的科技 好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站 3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们很快就回来继续今晚我们的讲题 今晚是讨论一种新的科技 能够帮我们省油 省到三四成的 有的耗耗油量 令到排放的空气很干净 很明显 我们都说了 最近的空气汇染会议 在香港举行了国际会议 大家都很关注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 但是我们经常都感觉上 香港很多技方的法例 都不是很轻易给你更改一辆汽车的 所谓performance 在这方面 在你们 在这方面 有没有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比如你这样改一下 把车车令到更加坏油 更加干净 更加无污染 这些是好事来的 但是始终我们很多法例 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变成了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你所知道的 首先 这个系统本身 它其实提供的气体 作为燃料 首先 这一部分 它没有改变车车的任何基本运作 这一部分 因为你法例 其实很多灰色地带 其实 你有讲者 刚刚提及过的话 基本上 你一张帖子 都有机会说你是犯法的 但是 如果这个科技 可以改善空气质素 我觉得 如果 有关部门要CAM的 那它从哪一个方面去CAM 难道你有这个系统之后 你改善空气质素 你就 受到 你被起诉 我会觉得 有些 有些 不合情理 但是 我唯一这样告诉你 我们政府通常做事都是不合情理 他的思考 跟常人是很特别的 他们经常 做事 就是 跟所有人的利益背道而驰 也不是第一次 他怎么说呢 譬如 很简单 如果他容许 譬如 一些人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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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如果 其他人都会去改装 不是只改装 改装其他 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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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 吸气 吸气大 就是 气格 performance 不会像吸气那样 以前那些加了一层沙 沙 沙 那你便 呼气的人都不是很精神 现在没有了沙 呼气 呼气得好些 那一定是犯法的 但是你做了这个之后 你的汽车的性量是强了 是强了的 那没有什么 你强悍了 你强悍了 你踩一点油 乘枝 炸弹了 那你是不是走的理数多了 理论上 捉过冬虎头 是用多油的 因为有个 吸气的位置 它吸气的位置 多了气 电子燃油 会更多油 不知道 你加强它的马力大了 它大了 模型中 都是走的理数多了 就是 踩少些油 它都 不是 就是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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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就应该浪费多了 浪费多油 好像在跑道那些 跑车 但是走远了 我不用踩那么久 那模型中 它大力爆 多些油爆 我早点去到那个地方 我不用银那么久 你银得多久 都是 少得多了 那就是 你的路面上有个火箭 那就是危险 所以呢 其实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法例 表面的理由 也可能是真的 安全理由 安全理由 好了 这个科技 你说在美国 其实呢 已经很多架车 已经装置了 民间 那么我也都他也知道呢 我也是手上有这方面的 资料呢 就是说呢 你可以将个走精行车 在美国 你可以买一个 几百元 买个kit 然后拿进去 你也将那辆车 就用走精行车 那么大家知道 已经在巴西 已经很多车是这样 所以安排是这样 所以安全程度 应该没问题了 好了 现在这个这样的 就是用 long gas 来走车 安全程度 暂时来说 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定论呢 我剛才也提及過,有些安全裝置,譬如這些電池只會走單向,我們不會讓它走回頭 還有電子系統作為監控,我們會監控它的溫度,或者它的Pulse Width Modulator 我們會監控它的製造多少,越少,我們可以自己控制 如果有什麼事,我們可以剪掉它,可以停止它,不做 我們在系統本身的安全性很高 而我們每一條喉,或者每一條喉都受到200-250度高溫,它都不會燒著 會有這樣的標準,我們亦想做一些國際驗證 令到我們的產品可以很安全地做銷售 這是我們一直做的方向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工具,基本上是安全的,幫你減低空氣污染的 即是環保和省油,你會想到什麼人會反對? 由公司 大家知道,我們不知道這個科技如何發展 我們很肯定,為什麼我們過去經常都說 我們已經有辦法用水來行車 這個科技已經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科學家發明人 已經做過出來示範過 但是為什麼遲遲我們都未見它出現呢? 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 由公司是其中一個,一定會反對它 通常它的手法是買了這個科技,然後就丟掉它 它不會幫你發揚光大 好了,我們接下來要和尼尔哥談 因為他是把這個科技引發來,帶來香港 如果這個科技令到香港的空氣問題 起碼這方面是解決的,我們應該是感謝尼尔的 我想看看尼尔是怎樣把這個科技帶過來 這個科技其實很久歷史的 在不同的程度都已經出現過了 那個過程會怎樣呢? 尼尔,我們需要知道 你如何把這個科技帶來香港? Well, it just so happened one day somebody in the exitpolitical network let me know that there was an inventor rather clever man who understood this technology he understood it very very deeply and he was producing these fuel cells in a very small workshop in the States and he was selling not a large amount but nevertheless he got it going and his supply lines started to become interrupted which means that he would find that certain components would not arrive the vendors would not deliver them secondly, he had a series of break-ins into his car because his car is fitted with the system just like Herman's and on the outside are signs, you know, water-powered this kind of thing but nothing was stolen this is the interesting thing nothing was stolen it was a form of intimidation he moved to an industrial estate and he had no name of his company in industrial estate he didn't want to raise his profile people again started snooping around very strange people so he was having a lot of problem in getting supply so one way or the other we got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and what he wanted to do was to see if he could somehow get the product made outside of the States so that he could be free of this problem and production could be taken away from America for reasons we're going to later and this technology is really suppressed and basically arranged over the email obviously our emails must have been read but we arranged that I would fly over and meet him and discuss this whole situation in fact on the front page of my website is a film when I actually went there it's on my website you can see the film of me interviewing him and the whole story is on and you can see the cell working when I arrived there we spent a lot of time discussing procedures I could see that there were parts missing and he couldn't really get it done and finally it was time to leave and I got on my local flight from one of the states in America and as I got on I was separated from more than 200 people I was completely separated I was taken into a room where I had to sit and wait the guy wouldn't talk to me he wouldn't say anything to me they had my suitcases open separately and they were rummaging through my case still not talking to me then they took me into another room where I had to go through various tests one was I think it's quite common now they swab you with a cloth with alcohol all over you they put into a machine to read it second thing I was put into rather indignantly was put into a pressure chamber where air was blown in and then sucked out I had to stand there until the door opened which I did and then there was another some small procedure and I sat down in the chair and I had to wait for more than 35-40 minutes nobody spoke to me absolutely nobody spoke to me after that I was released I went back into to join the rest of the people and they were rummaging through my case again and they couldn't find anything except just superficial objects you know wires and stuff like that in actual fact what they didn't realize was that the day before I left I had sent by courier the technology out of the country because I anticipated you know what if they'd been listening what if they wanted to stop me what if they would have found something there anything could have happened now why do I say anything could have happened becaus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all relates to energy right it's all energy related you buy oil you're paying dollars right when America doe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diplomatic you know relations with people it involves the dollar it involves compensation it involves credits it involves trade agreements it's all dollar related if you devalue energy you devalue the dollar and this is quite obvious this is something they don't really want so long story short I came back went to China got all this stuff developed and started shipping to him and he started selling and he's selling okay and arranged for the suppliers to come to him and then he invited me onto the board of his company which I couldn't do in the States I wasn't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so he set up a company in Hong Kong and I'm was invited to be part of that and we're we're thinking about it because we're not really orientated towards you know exploiting the situation for profit of course you have to operate and you have to cover costs yes I agree but my initial intention was not to exploit this purely for money it's just not you won't achieve anything if you do that anyway we come back you know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o yourself now why are they suppressing this you know first of all in the Philippines there's a guy called Daniel Dingle I will put all these links up onto my website tonight or tomorrow he's a Philippine guy he's an old boy years ago he already had a car and he separated the hydrogen and the oxygen in a special cell and he runs this car on pure water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Philippines his name is Daniel Dingle you can see the whole film you can see he's interviewed now people German companies people have gone they're one after the other trying to deal with it but he won't do it why? very simple the United States allegedly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Philippines they'll be looked after but they cannot develop any alternative forms of energy or escape this agreement now you know here you have a guy in a poor country he says openly on YouTube he wants to if he could get anything out of this he would do it to help his people okay that's number one the guy's alive and kicking he's an old boy he's a Filipino he's a Filipino oh very very clever man mmm the next case I want you to look at is the case of Stan Myers very very famous case yeah yeah I saw that saw his clip yeah right Stan Myers the Orion project Dr. Greer they're all trying to buy his his technology his papers and everything Stan Myers was allegedly poisoned because he had his water car he could run a car in water if anybody runs their car in water you're taking a big chunk out of the oil market the dollar will go to nothing hmm thirdly which I must point out and this is the most most important there's a guy called Paul Pantone and let me just put something very very square in your minds now most of these inventors and these people dealing with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didn't go to university hmm they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when you go to mainstream university and you can see we're having problems with the university here right from ufology lectures right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cience is so clever hmm but why doesn't he teach about this water car why because he don't know hmm he can't get it into his head that this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know it is part of ufology energy clean air but the dean don't want to know so he cancelled the course he cancelled the course he don't want to know anything he wants to keep you all stupid now we're not stupid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very clever you know I mean just the work that you do Dr. Jung I mean that's just it's just amazing a better hong kong what is a better hong kong it's a cleaner hong kong this technology cleans the air if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hydroxy gas the gas technology you're knocking out forty fifty sixty percent of the noxious fumes from the air why are we not doing it what are we worried about what's illegal what's legal it's our health it's our kid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behind this guy Paul Pantone let me tell you what happened you see Paul Pantone invented something called GEET G-E-E-T G-E-E-T again I'll put a special page up on my website I'll please look at GEET is Global Environmental Energy Technology Paul Pantone invented this basically what it does is you can use twenty percent paints old oil anything like that diesel crude oil petrol eighty percent can be urine it can be salt water it can be battery acid the principle of GEET is that you have a cold tube coming into the exhaust bringing cool petrol water urine mix and hot exhaust coming the other way as they pass each other there is some form of physics that takes place that we don't understand but Paul Pantone understands it and what it does is it creates a plasma and this plasma has the effect of breaking down the water the paint petrol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whatever you put in there will break it down and will turn it into combustible fuel now GEET's technology Paul Pantone when he did this he set up a company to invite investors because he needed the money to develop it allegedly he was then then said he was defrauded he defrauded the people he defrauded his investors the answer is no he did not he was again creating a threat to the US dollar again coming up with this energy so what did they do to Paul Pantone they took Paul Pantone and they stuck him in the Utah State Penitentiary in other words the jail in the state of Utah now he wants to go and defend himself so what happens to Paul Pantone they say to him you are insane you want to defend yourself you have to take these psychotropic drugs so that we can say you're normal and then you can defend yourself clearly they want to erase his memory right right the poor guy is sitting there his toes are abducting he's got problems with his health he's got problems with his teeth he's not learning anything the man is depressed now let me just take a little step backwards and explain to you something else he has a son called David Pantone David Pantone has done an interview very recently with his father you know trying to get this message out to the whole world about his father being stuck there he needs help he needs help there's a group of people friends of Geet who want to help I'll put all this on the website now coming back to all this there's a group called the Panacea University Panacea University is a charitabl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de up of young people wh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they live on noodles trust me they live on noodles but they give their whole life it's called altruism they're not doing it for money they're doing all this kind of work on green energies and technologies for nothing they're doing it for our children for you for me for cleaning the air one of the guys there who I'm very close to and work very closely with his name is Ashworth Pallisi Ashworth is in touch with Paul Pantone's son David Pantone they are up to date all the tim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 help get his dad out of jail if we get his dad out of jail we will understand the physics of Geet currently another sort of very similar item to Geet from Paul Pantone something called SPAD in France they have this fitted to a helicopter and it's flying around and it's only you know you're saving 80% of the fuel you can put it into tractors and farms you can run farms efficiently the point is it's cleaning up the air you could wipe out 90% of the pollution in any vehicle through Geet and SPAD so Ashworth Pallisi at Panacea University has 800 open source engineers worldwide on a forum all working for free giving free open so nobody can patent anything technology on all sorts of devices one of the devices I set you to is Geet one of the devices I set you to is HHO gas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s well to mass produce another system so everybody can have one as well we're working on that and Herman's working on it but he's also developed another form of technology where you get your laptop and the noise from the laptop vibrates that vibration is turned into energy and what does it do? it charges your laptop so you never need any power in your laptop ever because the noise in the air the sound of the laptop whatever is just amplified the vibration and charging the laptop Panacea University is also involved in another device which they're going to try and put onto my boat where you put in certain amounts of power and it's a kind of a circuit and it runs the lights and everything and it amplifies it six, seven, eight times now where's that energy coming from? this is true zero point energy it's coming from the quantum vacuum of space it's exactly what's coming coming from nowhere so these people are playing a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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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ackling pollution in making energy more affordable and getting it to the people and I will put tomorrow I'll put as much as I can onto the website about this and you people can look at it you can certainly contact Herman contact us and we can help everybody try to get get information on this device and also be careful because there's conspiracy going on where they're putting bad situations bad, dangerous bottles you see those with the wires and everything telling you this is a good you know sorry they will blow they're dangerous but they want they want to corrupt this business they want people to take something make it dangerous have an accident and then they can say you see let me just tell you one thing before we go I contacted clean the air Hong Kong you know clean the air Hong Kong I contacted them I said I've got the solution for you you know what the guy turned around and said to me his name is Middleton we don't want to look at your device you know we don't want to look at your device because you know it blocks the air flow of the car and it interferes with the computer and it does this it does that they said no before they said yes if the guy wants to clean the air he should say yes before he says no is that the guy from a civic exchange or do you know anything is that because there was a conference recently I want to tell you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ese people you know these people there are people planted all over the place I don't say this guy is you know because I don't know there's a very interesting book I cannot remember the name of it but it is amazing how many people are planted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o stop all this going on that's why UFOs don't exist supposedly because if they say yes they exist people are going to say well how do they fly if there's no petrol well anti-gravity oh well you know why aren't we researching it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devalue the dollar and this is the reason behind the whole conspiracy okay okay this kind of web system just like Leo said not only this one there is not only this one there are a lot of groups that have a very intense and clear capacity and modern world that's why the technology is not over again even the way these kind of web systems people can see in the past of those funds the bonuses 经营能源的石油公司、电油公司是有直接的冲突的。 还有,我们也曾经这么说, 他曾经接触过关于关注香港的空气质素的一个团体, 跟他接触过的人,完全没有兴趣知道。 他说的原因是,我们将来会发现, 会有很多人是如目混珠, 将这些假科技混进去, 是制造一些意外, 令人们觉得,你看看,这个科技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安全法例,来管制这些。 将来,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美国911,其实很简单, 你真是上网911,911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的地球已经是,现在进行得很快, 就是已经有一组的,我们叫做新世界的碟碎的人, 是用不同的方向, 是已经控制我们的医疗, 控制我们的金融, 控制我们的能源的来源, 是很多很多方面, 都是会发生的。 我们任何人搞这件事, 其实都可以这么说, 是有危险的。 我知道一个问题, 这个科技贵不贵? Herman, 如果我想把我的车, 改装到好像有这种科技的时候, 要用多少钱? 不贵的。 即是说多少钱, 例如说是千, 万, 还是百呢? 几千元, 几千元, 但是一次过, 一次过, 以后就入水了。 OK, 即是中间会, 例如我要过两三年, 拿来维修? 因为我们不敢说, 用 forever, 可能一两年, 但你要做的就是入水。 OK, 好了, 很高兴, 今晚又邀请到Mio和Herman, 和我们分享这种新的科技。 其实背后的问题, 不是只是科技, 帮我们省电油, 清洁我们的空气这么简单, 背后是引发到很多很多的香港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这个地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是有一班人控制着我们的, 我们是有足够的科技, 令到我们可以说, 安全, 风雨地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了, 将来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好了, 多谢大家今晚的收听, 要跟大家说一句, 拜拜, 下星期再会。 拜拜, 拜拜, 下星期再会。